當五條窩看到自己親手殺死的智友 完好無損地出現在面前 瞬間的失神和醉意 也將成為巨變的開端 大家好 我是五個光 歡迎回到咒術迴戰的世界 上演話中 武將成功復出蝗蟲驟靈 但他們卻沒有如願見到那張焚合面孔 因為此時的真人 已經帶著滿滿一車的改造人抵達澀谷 上千個改造人在擁擠的人群中 肆意撕咬啃事 澀谷瞬間化為人間煉獄 連一隻從容淡定的五條 都被眼前的景象驚得不知該做何反應 更是完全無法理解對手的意圖 畢竟如果普通人的數量減少的話 只會增加他們被付出的概率啊 五條思索間真人一腳踏變異的靈體襲來 沒什麼意外的 他的攻擊也被無下線術士所阻攔 一機為果的真人卻興致不減 他也並沒有寄希望於自己隨手的一機 能夠傷害到最強 反而是如同漏狐所說一般真的達不到 讓他覺得十分有趣 而五條的表情卻開始變得凝重 近在咫尺的縫合面孔 讓他瞬間想到了 對方就是曾經跟七海和互相交手的驟靈 五條心臉一轉直拳再出 真人卻順勢向後一趟躲過攻擊 在他溺入人群之前 卻也給五條送上了一個重磅炸彈 告訴你人類一個噁心的地方喔 那就是數量多到氾濫 隨著真人的話語聲 剛剛被花育的樹枝所堵住的幾個入口 正有密密麻麻的普通人被不斷倒入 通過六眼感知到這一切的五條神色大變 他幾乎一瞬間就反應過來 咒靈做了什麼 在車站上方 還有其他的咒靈或者足球師 還在源源不斷的把澀谷的普通人丟下來 在五條被他們的行為震驚的同時 咒靈一方也開始了行動 赤血超數白臉 無微轉變多重魂 超新星 靈魂斥力的爆發和交錯縱魂的血劍 將澀谷站台變為血色海洋 縱使是曾經對普通人生命淡漠的五條 面對這樣的情況也一時有些束手無策 漏虎沒有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鐵拳再度凝結就力向五條轟下 沒想到五條在這樣的情況下 仍然沒有放鬆對救靈的警惕 無下限速是強度再度提升 漏虎的拳頭至於他擦身而過 五條順時抓住漏虎出拳的左手 準備一舉拿下 可惜的是他抓到的僅僅是一截斷臂 甚至五條可怕的漏虎 竟然自斷一臂來脫離險境 但他離開時嘴角的弧度 也代表著一切都在按照他們所期望的發展 他們十分清楚 五條五跟虎將幽人完全不同 他是一個冷酷的人 在有普通人存在的情況下 他多半會以一定程度的犧牲 換取對救靈們的付出 但當前這個死者和生者 都在不斷增加的情況下 五條線中一定程度的標準 也將被徹底打亂 當前五條的最優解是馬上展開領域 在五量控柱的覆蓋下 把其中的咒靈和人類一併殺光 但他們十分確定 五條五做不到這件事 在咒靈們期待著五條陷入混亂時 卻發現情況似乎發生了一些變化 他們原本有些得意的神情 隨時咒力瘋狂的凝結 以及那個熟悉手勢的出現而消失 大量無效信息的灌入 讓咒靈們和現場所有人的大腦都瞬間當機 難道五條陷真的為了復出咒靈 選擇屠殺色谷站內的所有人嗎 令人意外的是 下一刻領域瞬間收縮 五條做到了0.2秒的領域展開 在持續時間如此短的無量控除下 賽場的所有人只被灌入了半年份的信息 這讓現場的普通人 在當機兩個月後便能恢復如初 而咒靈們也在無量控除的影響下 陷入了長達五分鐘的呆滯 五條便在這短暫的時間內 開始著對改造人的清掃 雀葉噴湧的聲音此起彼伏 更是隨著五條的沖煞 不時有頭顱或斷臂飛出 代表著最強的五條 在五分鐘時間內 將一千名改造人全數殲滅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四谷事變開始之前 下游姐正在和漏湖幾人 說明這次計劃最為重要的道具 玉門疆 她是一個活著的結界 這個世界上不存在玉門疆封印不了的東西 但同樣的 她的封印有使用條件 在玉門疆開門之後 需要在半徑四名的範圍內 拖住對方至少一分鐘 這個聽起來似乎並不難的要求 在對象換成五條物之後 變成了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三天災都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脾氣最為暴躁的漏湖率先發作 喂 燒死你啊 你該不會就為了把這種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交給我們 才跟我們聯手的吧 在那麼小的範圍裡拖住那個傢伙一分鐘 把我們全滅了也做不到啊 下游對此卻毫不在意 因為玉門疆所需要的 並非客觀意義上的一分鐘 而這個能夠封印一切的小方塊 也終於出現在五條面前 隨著開門指令的發出 並不起眼的方塊開始分裂 對 瞬間化為一隻螳蟹的眼眸死死盯著面前的五條物 看著那眼眸中的一切 五條本能的感覺到了危險 正當他腳下發力準備遠離這個咒物時 背後卻傳來了一道熟悉的聲音 對 物 好久不見 那張熟悉的面孔卻是在他心中掀起驚討海浪 五條物看著自己去年親手殺死的智友 完好無損地出現在面前 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更可怕的是 眼前的故人並非假扮得舒適 他的六眼告訴他 眼前站著的是真正的下游姐 五條腦中隨即開始浮現 三年前和下游的點點滴滴 有歡笑 有爭吵 有認同 有誤解 更多的是曾經作為最強的良人 並肩作戰的日日夜夜 到了此時 我們才終於知道 下游是如何說服露虎參與行動的 沒事的 說是說一分鐘 其實只需要五條物腦內的一分鐘 五條沒有想到腦中浮現的回憶 會成為自己落敗的關鍵 螳血的眼眸開始分解 瞬間化為六道封印 牢牢控制住了五條的躯體 此時的五條也知道自己中機了 更可怕的是 他已經完全感受不到就力 身體更是一點勁都使不上 但此刻他最在意的是 眼前的人究竟是誰 雖然六眼獲取的信息一直在告訴他 眼前的人無論肉體還是就力都屬於下游姐 但五條的靈魂卻抗拒這個答案 即便曾經的智友選擇和他背道而馳 但此刻的他也依然可以確定 眼前的人絕對不是下游姐 在五條的嘶吼中 眼前的下游做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動作 他緩緩拉開額頭的絲線 然後把天靈蓋掀開 露出了其中不斷活動的大腦 而這便是一切的真相 佔據下游肉體的 便是名為眷鎖的咒術師 他的聖德術師 能夠通過替換大腦的方式 反覆更換自己的肉體 更是可以使用肉體所有者的術師 而眷鎖需要的便是下游的驟靈超速 和五條治有的身份 這幾乎是封印五條的唯一可能 而當時的五條 沒有把下游的遺體交給蕭子處理 也間接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眷鎖重新縫合好自己的頭顱 準備向最強道別 五條卻在最後的時刻 提起了一同參與追捕下游的同伴 以古猶太 眷鎖對此卻毫不在意 雖然那個少年擁有著 幾乎不需要條件的術師模仿 以及身不見底的咒力總量 但那都是靠著 留住最愛之人的魂魄 這一束縛實現的 他知道一股不可能成為最強 隨著一句晚安 五條五被徹底關入浴門疆之內 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任何人 可以阻止眷鎖的計畫 五條被封印的同時 正在趕往澀谷的虎將 卻突然停下了腳步 明明和悠悠警惕的回頭 虎將耳朵上卻出現了一個耳機 而其中傳來的竟然是機械丸的聲音 隨著五條五被封印 就出格局即將發生巨變 突然出現的機械丸 是否會成為破局的關鍵呢 本期視頻也到了尾聲 下期預告 營救五條五 感謝你的觀看 我是五個光 歡迎點讚 關注 轉發